近期恒大集团连续传出负面消息。最新消息指,有本港大型银行因风险评估关系。拒绝接收恒大旗下楼盘的楼花案揭申请。涉及三个在港住宅项目。包括恒大棍龙湾国旗数以及恒大瑞峰。三个项目共涉及近2400伙。 恒大集团饱受不利消息困扰。日前已传出集团停批案揭,并通知买家自行尋找银行承造案揭上会。到今日传出有龙头银行拒绝楼盘案揭申请。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 试次有龙头银行拒绝该发展商的楼花案揭申请。 相信影响轻微,为不排除其他银行会陆续跟随。 目前,恒大在香港共出售三个楼盘。分别为储团门扫管忽的恒大棍龙湾一期。 熟燕楼阶段,恒大棍龙湾两期。关键日为今年第三季。 两期合共提供1982伙单位。 位于长沙环东京街的恒大睿峰。提供414伙。实用面积由203至758平方尺。 关键日期为今年第四季。根据经落案揭转介研究部调查。 快将踏入关键期阶段的两个楼盘的成交纪录策中。 恒大睿峰选用建筑期付款办法的买家为187人。 占整体出售单位的81.7%,选用即供付款办法的买家只有40人。 占整体出售单位的17.5。 另外,恒大郡龙湾两期选用建筑期付款办法的买家为635人。 占整体出售单位的53.1%,选用即供付款办法的买家为516人。 占整体出售单位的43.1%,使全本港大型银行因风险评估关系。 拒绝接收恒大旗下楼盘的楼花案揭申请。 位于近月扣入单位而又选择即供付款办法的买家。 若仍未于银行申请案揭,有可能受到影响,建议买家可尋找发展商更改至建筑期付款办法。 经济一周推介曹德明相信,大部分发展商实力红厚,相信此事只属个别事件。 银行对承造楼花案揭刑保持积极态度。 根据该行统计,今年5月预金,恒大瑞峰选择即供付款办法的买家只有2人。 恒大郡龙湾两期选择即供付款办法的买家则为56人。 又建议,买家可尋找发展商更改至建筑期付款办法,或申请延期完成交易。 至于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鳳表示,今次有银行暂停接受恒大楼盘的楼花案揭申请。 相信与发展商近月的负面消息及最近指期内地项目未获批预售许可等消息所影响。 基于评估所涉及风险增加,在风险管理考虑上作出有关决定,相信只属个别事件。 事实上,由于楼花属于未落成楼宇项目,在银行角度,承造楼花案揭属于未有现楼作为抵押品的贷款。 风险相对承造现楼案揭为高。 故此银行一向在确定接纳新盘的楼花案揭前,会先进行风险评估。 内部亦会设定其认可发展商。 黄美逢补充,大型银行向来对其他银行有参考指标作用,不排除其他银行会跟随做法。 但目前仍有银行表示未暂停接受该楼盘的楼花案揭申请。 恒大,对个别银行做法不与致平恒大就上述按揭批核消息作出回应,项目之按揭由发展商指定财务公司提供。 按揭批核按该公司既定之审批程式和要求处理。 据悉,该公司近日亦没有对买家表示不批核其按揭申请。 至于有大型银行暂停恒大楼花案揭一事,恒大表示,在港楼盘各项工作营案原计划进度推进,对于个别银行的做法,不与致平,又止但仍有其他银行对承造楼花案揭刑保持积极态度。 故相信影响相对轻微,对于受影响的客户,发展商将视乎个别情况,让客户申请延期成交日至收到成交通知书后60天,并豁免该60天的佛息。 本月27日召开董事会讨论特别分红近期,恒大被负面消息前身,除了高层涉性丑闻外,有传恒大被冻结资金。 彭博引述毛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显示,广发银行请求冻结被申请人而兴使兴使与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1.32亿元人民币,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